大家好,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第四集 你平常手沖或是塞翁的時候會使用溫度計嗎? 你知道飲水機的水倒進手沖壺以後溫度剩多少嗎? 你知道沖煮的溫度影響咖啡風味很巨大嗎? 就讓學長跟大家聊聊溫度計的重要性 沖煮咖啡時,不同的溫度會造成截然不同的風味呈現 例如說,在其他的變數都相同的情況下 使用較低的溫度萃取會減少 咖啡的風味可能會偏清淡或是偏酸 若使用比較高的溫度萃取會增加 咖啡的風味可能會偏濃厚或是偏甜甚至於偏苦 那我們了解了溫度對咖啡風味有重大的影響後 就明白利用溫度計保持每一次充足的溫度 可以減少你風味過酸或過苦的風險 可以說是各項咖啡器材中非常有價值的投資 溫度計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指針溫度計跟電子溫度計 對居家沖煮來說,兩者都可以滿足使用上映需求 指針溫度計大約是300-400塊 電子溫度計大約是1000塊上下 兩者的差異主要在兩點上 第一,指針溫度計的反應速度比較慢 顯示正確溫度的時間大約比電子溫度計滿了約10秒鐘 相差沒有很大,就是需要一點點耐心 第二,指針溫度計的刻度比較密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不清楚,比較吃力 那電子溫度計就是以數字來顯示 寫幾度就是幾度,所以就比較不會有看不清楚的問題 那總而言之呢,無論是指針或是電子溫度計 都可以協助你的充足,讓你的風味更穩定 也可以歸納出你喜歡的充足溫度 今天想要喝酸一點,稍微降溫 想喝甜一點,稍微升溫 輕鬆控制你的風味變數 這也是擁有溫度計可以玩的精品咖啡提供味喔 好,以上就是學長對溫度計的想法 各位如果有任何疑問,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都會回饋喔 最後還要請大家趕快訂閱學長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這一期的硬派90秒就到此為止 期待下一次參加大家見面喔 掰掰